香港來講是有三個主要的運輸 這個純粹講本地運輸 第一個就是淺藍色的船 淺藍色的船 這個電廠 我們看到香港主要的運輸 包括淺藍化物、藝藍化物和紫紙 在淺藍化物和紫紙方面 綠色建廠和船是主要的運輸 在淺藍化物和紫紙方面 就是汽車也是主要的運輸 這三個是香港來講 在這個牌坊的運輸是比較重要的 船是說的運輸最多 它佔了淺藍化物和紫紙方面 另外淺藍化物和紫紙方面 是大了三個之一 我們在講對我們空氣質素的影響 據市民接觸的空氣水平來說 其實汽車是最重要的地方 這很簡單 因為汽車的源頭是近我們 我們在路邊或者我們生活的地方 汽車都會走一走 另外因為我們在市區來說 我們一流就是高蘭大龍流 那些汽車比較擴散 所以它對我們龍道應該比較難 船就是其次 船其實它本身在海上 其實它不會像汽車在高蘭大龍之間出炒 所以它的擴散比較好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的港口 如果你看回地圖 我們差不多在香港中心來帶 所以它都很近我們鄰居 當然它的擴散比較好 所以它對我們空氣質素方面的影響 是相對汽車比較小 但是也都是重要的 跟著電廠 電廠來說 在香港來說有兩個電廠 一個就是在我們的西方邊 就是中電 另一個是在華島的廣燈 它們都比較偏遠 而且它的煙響比較高 所以它的排放比較 那個擴散比較好 所以它對我們的空氣質素 直接的擴散比較小 就是對我們市區來說 但是它這也是重要的電廠 因為它排放的煙物 是會直接擴散整個區 例如它的氧化物 是可以對這個高化螢幕的影響 它的氧化露、氧化露 也會轉化成一個鈕子 所以對整個區域來說 都是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改善的空氣質素 我們要同時間處理三種 煙韻電廠的設計 我們要改善的空氣質素 除了我們本地會議之外 其實香港亦都受到區域的分數影響 在某些日子裏面 當整個區域的氣象條件是不好的時候 其實都會積聚 一些會議問題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的 尤其是當香港出一個北風的時候 我們會受到這個區域的分數影響 很多時候煙響性 都跟區域的分數有關 我們說的是船 船來說 船來說 大家也知道 香港在全球來說 是第四大港口 即是貨櫃的吞吞 我們也看到 其實我們的港口 正在香港的中間 在培充那個貨櫃圖 也許很多船 都會在香港的水面那裏 穿衝 所以牌礦對我們有一個直接的原因 就是排放物的吞吞 為何船船的吞吞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在十幾年前來講 其實我們物物的排放量是降低的 因為我們其實 綠色的那些巴 其實是建廠排放的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十幾年 其實我們對電廠排放實施了很多措施 包括我們要求他們 裝一些脫樓的設施 脫樓可以將電廠排放的氧化流 減到超過九成 也要求他們用多些天然氣 所以電廠排放是廣了很多 船來說其實在過去來說 變化不大 但是因為此次比獎 因為電廠降低了很多 所以現在船舶 自從2001年開始 已經變成香港最大的呼應員 尤其在研發流行方面 現在船舶是香港最大的呼應員 船舶是包括本地的術者 一些禍落船和原用陸船 這張圖就是沙門幫你咬的 就是我們看船 它那個行駛的地方 和對香港和陸近地方的營運化 或者其他北市方面的影響 虛線就是香港的水平 其實大家看到香港水平是很小的 如果從一個整個珠山坡區來說 香港只不過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因為香港很多船 五人船都會逃經香港 香港的區域 所以對我們 對我們 對珠山坡區的影響 都是有的 都相信 我想說 在政府 和行業界 和其他持續者方面 其實在過去 在減少傳媒派方面 做得很豐富 減少傳媒派訪有很多好處 可以減少傳媒派訪 減少環境之妖 對我們健康的幫助 可以提升我們香港 一個綠色港口的影響 政府是 我們怎樣去處理香港的船部 問題呢 其實我們分開幾方面 其實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管這個油品 管制這個油品 其實是一個最直接和最有限的方法 因為你 只要你是用的 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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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油品 那個震動 其實你對那個排放 對所有的數目都有幫助 另外我們剛剛 三月份已經幫我們買的廣告 我們從7月1號開始 我們新的法例 是 就是要求軟漾傳 來泊外的時候 鑽油是已經生效 另外政府 我們都以身作則 我們也都是 做了功夫 減少衛船 就是自己的全體排放 另外這個 航速的控制 另外就是一個公民合作單 這個就是 剛才所說的 燃油的管制 我們在去年 其實4月1號 開始把本地公燃的輕質財力 那個行動量是降低的 以前 一直都是公燃開0.5% 現在可以降到0.5% 其實這個可以幫人減少 一般的水質財力 是降低的 燃油的 9成 1至3成 在國際可以組織 也有些環保方面的管制 也有些管制的管制 但當然 因為國際可以組織 它是看全球的 它不能夠設定太嚴謹的 所以你看到它燃油的量 是3.5% 現在我們正在看新化的鑽油 值得提的是 那個城鋒浴槍就是 業界主導的一個 自願鑽油的方案 他們在2010年提倡 希望用自願鑽油的方法 去推動 在香港來說 就是民主的感化 在2010年 當然是師傅應該幫忙 去推動這個項目 在2011至14年之間 他們有17個遠鑽船的公司 去參加這個治療費 政府也在2019年開始 推出一個 自願鑽油的優惠 我們如果來到香港鑽油 我們可以減到一割的單票費 這個計劃 我們會延長至2018年 3月 由於我們實施這個自願鑽油計劃 之後 我們看回那個情況 我們發覺 參加這個自願鑽油計劃的船次 都不是太多 是大約10% 我們認為是有需要 來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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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我們要推強制的發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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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這個法例可以減少遠洋船在海岸時排放涼化流和粒子是超過六成 除了這裏政府船隊在2008年開始 就以後他們會問海岸船隊用某個測試 說什麼是0.001% 比現在0.001%更低 這個措施實施後我們減少船隊的氧化流 超過30% 另外是防速管制 如果當船運行得慢一點的話 也會比較少 香港人說我們有防速管制 當然這個管制最主要是安全角度 但當然這個也幫助我們減少 另外海事署也有實施了一些黑煙船排放黑煙管制 去年他們引入了一個高民代表 幫助檢查一些排放黑煙的船 我們都有一個獄色線運輸線機構 其實我們在船方面都支持了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用一個我們叫做柴油電池的區域 這樣可以減少這些水的能源指號 另外就是安裝一個濕色的海水設定機器 最後一個區域合作 我們一向都是用廣東省 在國內的中央單位去探討 如何減少整個區域的地方 這個包括希望廣東的國家 可以更快實施了一個爆炸 還有場面可能是實施了一個下國的區域 多謝大家